這具時代啟用的台中天外天劇場 原本地主準備拆除 文史團隊是急著搶救老建築 文化部去年四月也把它列為是暫定古蹟 但是地主在去年底宿苑成功 現在撤銷暫定古蹟 還傳出近日正在拆除劇場的消息 來聽聽地主這麼說 吊車把天外天劇場屋頂的鐵條 切割後一段一段拆下 文史工作者看到歷史建築 可能就此消失 忍不住落淚 這是劇場屋頂拆除前的模樣 現在上面的鐵條已經被拆除 啟用於日劇時代的台中天外天劇場 曾經是全台最大劇場 如今幾乎成為廢墟 地主原本準備拆除 但文史團隊2013年發起搶救古蹟 文化部去年四月 曾經把劇場列為暫定古蹟 不過地主區年底肅院成功撤銷 暫定古蹟還傳出近日正在拆除的訊息 地主表示只是先清除屋頂上的割舍鐵條 不是馬上要拆房子 不過他也強調劇場已經不是古蹟 為什麼處分私人財產 還要受到限制 當然委屈是一定有啊 我們也尋法律的途徑走了 那希望其他人要尊重我們 拆除現場外不少地方人士前來關心 他們想盡最後的努力 希望有人把劇場買下來 保留這棟近百年的古老建築 環環新聞綜合報導 besten好了 破壞的 這個車aru 贵